在轮子主谱 黄姓中庆会主委 黄丁峰与 金融市文化局长 陈敬平 理法人 蔡世英等人共同启动下 大型金鱼主灯瞬间点亮 在渲染雷射 灯光及磅礴的音乐陪衬下 展现不凡的气势 这是主谱姓氏黄姓中庆会的创意 在海洋广场设置超吸金的装置艺术 张着大嘴的金鱼悠游在海洋广场上 象征基隆游乡大海的雄心壮志 更取谐音祝福参与金融中原季的游客 都能精彩一生 年年有余 我们海洋广场用LED灯的灯光 配合艺术跟科技 来做成精彩的花灯 我们的花灯名称叫做精彩一生 年年有余 祝福到这边拍照打卡的人 永远就是精彩一生 年年有余 黄姓中庆会的用心也获得各界肯定 让船车168年的金融中原季 不只有祭典科宜 更展现金融市丰富的人文艺术底蕴 但是我们除了传统科宜以外呢 在中原季里面非常有人味的艺文活动 除了有传统跟现代这件事的结合以外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基隆 可以体会更多元的一个基隆的文化 然后跟一个传统文化之美 那今年黄姓中庆会非常的认真 他们也准备了非常多丰富的内容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整个我们基隆市区 这样的一个点灯的活动会非常的精彩 那会整个农历时间 基隆的晚上就宛如不夜城 除了海洋广场精彩的大型金鱼主灯展览 及灯光秀 黄姓中庆会在中山高速公路大业隧道前 及四名广场也都设置有创意花灯展览 让国内外游客在中原季期间到访基隆 见证这座融合传统文化与进步科技的 美丽海洋城市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